我知道你和我一样等了很久 距离大江Air 2的发布呢 已经过去了三年了 那大家一直就在等啊等啊 那这期间呢 关于Air 3的传闻就从未间断过 现在呢 它终于来了 大江Air 3 我相信关注无人机的飞 我们一定看到它的很多之前流出的这个参数的情况 那么我们一一来说明 至于这次的镜头模组呢 我会放在稍微靠后的位置 首先我们先来看它的主体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它跟Mavic 3长得其实很像啊 而且呢 这次的大江Air 3上也用上了跟Mavic 3上一样的 鱼眼镜头的全向避障设计 那并且呢也支持八个方向的智能跟随系统啊 而在电池的使用上啊 最长它的飞行时间呢 来到了46分钟 相比最近一代的这个Air系列的RS 那的比对比它的31分钟的话 这次的提升呢是非常明显的 而电池也使用了类似Mavic 3的这个设计啊 那这种长条状的这种形状啊 那插入式的方案 在飞行距离上呢 大江采用了最新的这个O4图传系统 最远啊 理论距离的话呢 是20公里 好的 说到图传了 我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说一下 这次在我收到这台Air 3之后 除了画质 最令我惊讶的是它的这个图传距离 我可以说Air 3 是我用过呢 信号最好的无人机 当然前提是没有4G模块的情况下 只是这样裸 也不能叫裸飞吧 就是没有4G模块连接的情况下 这不得不提到这块遥控器 这一块 那就是这个DJI的这个RC2 和之前第一代RC不一样的地方呢 很明显它带有顶部的两根天线 那信号好到什么程度呢 之前无人机有建筑 或者是树木遮挡的情况下 那大概可能飞出去 我的经验大概在1.5公里左右 信号呢会开始减弱 而在我体验Air 3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中 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 这个奥运会主场馆 这个场馆呢 距离我家的直线距离 大概是2公里左右 那我呢 大概是可以满格信号的 飞到那里进行拍摄的 那有可能会掉一格信号的情况下 而在这个场馆的背后呢 是当年的这个奥运村 距离我家呢 大概在2.5公里 或者到3公里之间的这样一个距离 信号呢 也就是下降一格到两格 图传依旧是非常流畅的一个信号 就算我飞到飞机的这个 我就把这个飞机飞到奥运场馆的背后了 那有它的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柱子 遮挡的情况下 我的信号也是从来没有丢失的 当然我也没有飞更远了 因为电池的问题 而且没有想要拍什么的问题 那如果未来有机会 我可以做一个拉锯测试 可以看看 我预测这款RC2遥控器呢 会是在继RC之后 卖的最火爆的一款无人机遥控器 当然我也很希望 大疆会开始让它适配 更多的前代的无人机机种 好的 重点 摄像头的部分 这次呢 大疆采用的是双镜头的一个设计 主摄呢 是一个24毫米等效焦距 F1.7大光圈的这样一个广角镜头 第二枚镜头呢 是一个中长焦70毫米等效焦距F2.8的光圈的一个镜头 有效像素呢 为4800万 支持10bit HLG和D-Log色彩模式 那慢镜头呢 最高拍摄是4K100帧 和1080p就是FHD模式下的200帧的这样一个拍摄规格 而且画面都是没有裁切的哦 那现在我们来说说它的感光元件 那之前网上呢 有很多讨论 看得我有点哭笑不得 没错 它的感光元件呢 是1.3英寸的大小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啊 居然2s的1英寸都赶不上 大疆就用一块mini3pro上的这个 一样大小的1.3英寸的这个感光元件来充速吗 当时我也有这个想法啊 但是呢 凭我对大疆的了解 他们在新一代的产品上降低规格来推出的话 我觉得会有点奇怪哈 它是一个新型传感器 简而言之呢 它就是同一个大小的传感器上 它将单个的像素面积变大 而提高到更多的进光量 但是呢 并不会占用更大的面积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这个传统的CNOS的传感器的这个图片 除了基本的传感器的像素面积外 那电路是和这个像素块呢 它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 而对战式传感器呢 它将电路移到了传感器的下面 然后呢 将每一个像素的面积变大 所以在相同的面积下 你会得到更高的进光量和更好的画质 那你拍摄的这个这个画面啊 那甚至它会好过传统的一英寸的这个CNOS的传感器 在暗光下 你也会得到更明显的一个画质的一个表现 那不论是这个主摄还是长焦 那大家这个Air 3使用的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两块传感器啊 那当时索尼发布的时候 他说这块传感器将会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设计啊 那在我看来 现在拍摄下来和RS的一个对比 或者是和哪怕和这个Mavic 3的一个对比 其实它的画质都不输的 最重要的是它两块传感器 就是它的中长焦的70毫米和24的这个广角镜头的传感器是一模一样的 那所以它的这个画面啊 你得到的颜色曝光全都是一致的 那对于这块这个70毫米的中长焦的这个镜头呢 它的这个画面的表现就是真的是非常优秀啊 它的这个画面的这个压缩感还有追求航拍这个电影感的这个feel们 你不用一下是没有办法体会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中长焦的画面啊 我感觉啊 我是觉得是真的是太棒了 就是很有那个画面感 很有那个电影感 那70毫米这个焦段用在航拍上确实是非常合适的 而且两枚镜头的参数设计上也都一致 以及各项拍摄的规格上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才会说是双主摄嘛 竖拍呢 之前传言L3可以竖拍 是的 它可以 但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大家采用的这个方案呢 是它在2.7K下通过机内 直接对画面进行裁切得到了一个2K 大概2K画质的这样一个竖拍的一个画面 它的尺寸呢 具体是1512x2688 当然我也想得到一个 我也希望得到一个就是 完全没有裁切直出的竖拍的4K画面 但是这么大的镜头模组好像不好完成 像mini 3 Pro在物理层面的这样一个变化 后来我也在想啊 大家用这个竖拍画面上传在哪里观看呢 无非就是抖音朋友圈的移动终端 2.7K和4K的竖拍 在竖屏上观看 好像也说不出来有多大的区别 好像2.7K裁切这个方案也不是不可取 对于这台无人机来说呢 就像大江说的综合性能无短板的 这么一个双主摄的无人机 确实在玩过这么多代的无人机之后 L3现在带给我的体验的确是最好的 无论是画质图传信号 还是它全新的这个避障设计 以及长焦拍摄 你要让我非要说出它有什么短板 我确实也挑不太出来 那只能说是一个我的一个愿景吧 我是真心希望大江以后可以在无人机里面 内置ND滤镜 大江我知道你可以的 机内内置ND你可以的 好的那这期关于大江L3的内容呢 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想看这台无人机的更多拍摄的画面 可以移步到这个视频 下面有个链接 大家可以看我拍了一个电影感的一个小短片 那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进入观看 那之后呢我也会带来这个Air3和大江这个Air2S的一个对比测试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我是金 希望你可以点赞转发这个视频 以及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